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智能声控 动口不动手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老师推车 耶 又是第一次买的车了 2021年的B&W的 X525D X5 Nijunod 好不好 然后新车是315万 柴油的车款 那这个购录的影片呢 放在我们会员频道 嘿嘿 我故意说的 一个月只要75块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第一次看耶 这个大白鲤 你以为你觉得很像大白鲤 很像一隻鲸鱼 然后你看它这个大鼻孔 比我头还大 你看 应该比我脸大吧 好不好 然后这个一样 它这个应该是通风乍栏 会打开的 这个会开的 我以前的那个小台的2GC 都会开的 这不会开我就打了 然后这中间有个小镜头 有没有看到 摄影的镜头 好不好 白色的 里程只有8400公里 等同新车 标题上面 大家各大YouTuber车商 最喜欢打的 当初新车315万 开了半年 现在剩多少 我跟你讲 现在观众没感觉 打这个标题也没有用 好 要不然就打一个 老板 又被骗到台中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之类的吧 现在大家就标题要问一下 好 没有 没有这样 我们没有 反其道而行 好不好 好 看一下这个X5的车子 基本上整台车都是圆漆 而且前车主已经在整台车都贴上犀牛皮 所以这个非常的爱护 看一下车侧有踏板 旅游进踏板 然后这边有一个进气孔 散热的 散热孔 你看这个很新耶 它连这个叠盘的这个 都亮的耶 正常来讲 这边应该都要省一省了耶 265 50 19寸的铝圈 这整台车看起来都很刚硬 这当初 EURO N-CAP5颗星 我都不用去摸到它 你远远看你会不会觉得 撞不赢的感觉 就像有一些人 你远远看就是要打不赢 反正那种瘦弱的 你知道吗 你看那个周星池的 每个都看起来很壯 你 你 你 不要 你不要 你 你 然后有个 在那边带个眼镜 就你 你出来 然后它就这样 站出来 这看起来就很壯 可是它这个车身 其实有偷轻喔 它用了很多的铝合金 跟碳纤维下去做 你不觉得它这个铝圈很不搭吗 它外表那么刚硬 又跟那个最近拍HRV 我不是故意讲它的喔 不要又说我一直在地址人家 这车身线条那么刚硬 看起来这么刚直 严肃 有没有 可是配这个莲花圈 折出来莲花就是这样啊 人家那个不是 但是都要说 有没有 有没有 那个人家封铁那 有没有 这感觉不配啦 而且它的胎皮很薄 不过它是怎样 你知道吗 它X drive四轮传动 听说它这个四轮传动 是这个智慧型四轮传动 什么0.1秒切换 我不知道 转换沙地 岩地 沼泽 有没有没有 0.1秒就可以切换了 我觉得它也是做出一台 真的是可以让你去 拔山涉水的车子 它不只是一台修旅车 它也是一台越野车 因为当初X5 X5出来的时候 它的设定的目标 本来 它就不是只甘愿做一台 家庭用的修旅车而已 所以其实它是一台 可以拔山涉水的越野车 好它一样这两个排气管的四盖 这只有四盖 这真的有排气管 里面有排气管 这真的 然后中间很多车都用这个 CRB也是用这样 防挂材质 然后比较特殊的是 它这个有梯门 炒掉了 它这个上下是分层的 而且下归下上归上 我记得这个可以单独关 对不对 有没有 可以单独开 它可以只关上面吗 不行 不行 所以只有下面是单独的 是不是下面要先关 对 下面一定要关上面才可以关 这我可以玩一整天 超可爱 这可以做你知道吗 不要做 我觉得有点可怕 我用压的都有一点那种 鼻音管管的声音 这边有个挂钩 这个按下去挂钩 然后这个一拉就是倒 这后面下面是什么 我想说奇怪 有顶感耶 超屌 可是这个顶感为什么不能撑着 卡不住吗 卡不住啊 不行了 我在拉 我怎么觉得顶感快被我拉断 你看那个已经在咬了 整片横的铁在咬 软软软软软软 这么贵的车 尾灯就跟现在的BMW都一样啊 我觉得现在BMW每台做的都一样 我真的看了 也有点无趣 这边有个背架 法斯文 喇叭 电镀的手把 四框 基本上跟HRV差不多 哈哈哈 哦 不过这个好粗壮喔 你看它整个 这个都塑胶 四盖 再加隔音条 你看一层两层 然后这边又多了一层 这个叫做绒布的 减少那个 跟板筋摩擦的那个移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项 电动作 这个是在夾你的腰的 然后这是腰靠 可以调整高低跟前后 那基本上啊 室内的橙色啊 所有的这个中控面板 就是跟这个四代的BMW都是一样的 我那台2G系差不多这样 差别就在于 它这个是有全速域跟车 所以它可以有车的图案 而且它可以侦测到 机车 货车 汽车都在上面可以显示 然后一样 你按上support 它介面会感到红色的 这都跟我之前那个一样 中间有个液晶萤幕 宣服式的 它这个有摄影机啊 是不是 哦 哦 哦 这虚拟的呢 对不对 这台车一看就知道不是我的车啊 哦 すごい 然后这个全部都是软塑胶 假装刻了一下线 然后它的椅子啊 其实做的还 蛮有设计感的 看起来就不像随便做的 是真皮座椅 只有这个中间一条 当的部位 你骨勾的部位有打动而已 只有骨勾的部位有打动 还有背上就那一条 你背就那一条 它这个腿靠有过肥厚的 你如果一般的那种3系列2系列 就平平的而已 好来看一下后座的位置 这个可以稍微动一下 好它这个是有一个弹簧 然后它会自动夹回去 后座有两个出风口 然后周围也是有这个 这不是烤漆 这也是塑胶的原色而已 中间有一个点烟器 然后两层置物架 你看它这旁边有个按钮 按下去以后 可以推前后耶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设计 好一般都折嘛 然后不是耶 它直接前后 我要来放中央扶手 哦 有没有 不是垂下来了吧 按下去 两个背架 好它后面这个你看 人家室内灯这个 就有花时间做 高级设计不一样 有没有 商情烤漆 啊对后座空间 欸我怎么觉得 跟HIV差不多 差不多大 前后差不多而已啊 怎么觉得HIV也比较大 它真的有 退到我位置吗 你等一下喔 真的是我开车的位置吗 欸真的耶 就这么大耶 那其实 没有很大 没有很大耶 对啊神奇了 啊空间都跑去哪 哦不过头部是一定有比较那个的啦 对啊头部就真的差很多了 这个两个前头去了 但是前后距离不大 因为这个是阿呆退到最后面 我跟你讲BMW有一个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副驾驶座前座可以退到超后 所以我老婆超喜欢做BMW的 对啊 副驾驶座的空间真的很大 我去把它退这个给你看 你看还可以再退 你去看后面现在剩多小 没办法做人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做副驾驶座真的很爽 我就举一个简简单的例子啦 我的马萨拉迪有没有 副驶座退到最后在哪里你知道吗 差不多这样而已 有这么巧 我马萨拉迪副驶座退到最后就这样 所以这个BMW啊 其实双B的车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款车啊 他们都很习惯性的把这个副驾驶座椅 可以退到非常后面 然后第二个是啊 像我老婆她很龜毛啊 她喜欢BMW的副驾驶座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这边绝对不会有一个突出物 有些可能里面放一些机构嘛 就会微微拖起来 对她这边会有一个圆弧形嘛 可是你看哦 他们都是长方形 不是只有X5这台车哦 我讲你认什么 每一台BMW的脚踏垫都长这样 都长这个形状 接近长方形在这边销进来 你可以去看 下次你有拍到或是看到 别台BMW的副驾驶座脚踏垫 每一台几乎都大同小异长就是这样 就是很接近长方形 所以才会以至于说 它的副驾驶座啊 不仅仅是位置比较大以外 你的腿可以放得很足 我刚刚讲嘛 这铺层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而且啊 它做了很多的气氛灯 但是它这个在这个 银色四条下面又做了光调 两车又做了光 它这个安座超级寬的 我觉得这安座寬到 会有点牺牲 乘客桌你看 其实很窄 门把到这边的安座超窄 这做不够够 你们做不够够 会冲三小朋友啊 试一下这个 哦 它这个不是阻泥回弹耶 妈的是怎么用 蛤就这样哦 那手动拉回弹 没有 对啊 那一般高级是在按一下 然后 打好不好 开 它的开也是 要跟你玩耶 没有任何可以 哦有啦 轻轻按 轻轻按 轻按不行哦 有没有 用按的不行哦 轻轻推不行哦 干啦 好就是这样了 好就这样开了 然后里面的这个 有防滑垫 底下饮料的杯架 跟这个 置物教有做防滑 这应该是无线充电吧 哦好深哦 诶这有点白蓝耶 我差不多我手机在那边充电 我看不到任何讯息 哎呦有在冲吗 有有在冲 哦对啊 我甚至连也有没有在冲我都不晓得 我放反的 好不好我放反的 有啊有在冲 不是啊 诶我 我看不到任何讯息耶 我记得2GC是一个横的置物盒 那没有盖子的 丢在这边 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的讯息 可是这个你丢进来 是完全看不到的讯息 觉得唯一这个安座真的做得很厚 然后这个我刚刚讲 这很像被蛤蟆你知道吗 这个跟那个 我们AMG的冰式 那个很久以前 然后他们就做这种对开的 然后里面有一个 连接Type-C的 可以充电 也可以做资讯连接的一个插孔 好啦出去试一下吧 这车有很厚的 試試看 塞起来好像准 银色小船 摇摇 玩玩玩 射后部里是渣男 负责到底是暖男 工爸买了不怕贵算盘 好走了 他会自动把方 安全带拉紧 这么大一台的车子 开起来怎么会那么轻啊 方盘也很轻 这方盘怎么会有别于我开的BMW的感觉 我现在其实越来越对这一个世代 它是G05 我对这个世代的BMW 有点很头痛的就是 每一台车坐进来 内装的铺层跟介面 全部都一样 跟我之前的218都一样 GC那个都一样 了无心意 所以现在坐进来就 Major的感觉 你知道吗 它这个是全速域跟车 也有自装 所以它一幕会显示 你看我右边有显示有一台车 我现在右边就是一台 洗不涼的 好不好 洗不涼 好它摩托车啊 好像大货车都会显示 然后我在想这个方向盘 那么轻 我把它按到Sport 看方向盘是会变重 应该是会啦 因为我的2G驱就会了 有变重可是还是轻 它会有细致的挑战 车到至中 要转弯了 要转弯了 你会不会转 还会煞车 转弯 转转转转 有有有 有点鸟耶 它刚 那个弯它是直走再弯 直走再弯 它不是这样 维持这个弧度过去 不是喔 它直走有弯耶 在弯 直走有弯 不是很聪明耶 我们这台是2021年的X5 G05的款式 然后是新车价格 25D的新车价格315万 这个应该已经 又容登我们买的最高价 车子的榜首了吧 那特斯拉才买多少而已 230千 不要算我的马沙迪 马沙迪实际是最贵的 可是马沙迪不是贩售的嘛 所以这台应该算是 我们目前又突破了 比去年的特斯拉 特斯拉刚好买一年 更贵 最近特斯拉新闻很红 好不好 祝它早日康复 欸 我也是 对不对 对不对 怎样 我有跟他弟弟路过瘾 没有跟他路过瘾 欸你知道这一季 欸我那个粉丝业 喔那很多人都会PO 跟他合照什么 喔 没想到这个祝你康复什么 粉丝业FB各种那个耶 各种加油 各种加油 真的啦 不过还蛮正能量的 大家就趁这个时候出来 拍影片的拍影片 开直播的开直播 发文的发文 好不好 他这个发生这种事情 也没有人愿意嘛 祝他早日康复就好 好啦那40G 试这车齁 这个应该算大满配了吧 啊没有 它还没有天窗 隔音也好 它开起来真的 我本来喔 回来我也第一次开 已经买回来快个礼拜了 我都还没有开 因为我开到那么大一麦 我就不想开你知道吗 这比马沙地大 我觉得大耶 可能要看一下尺寸 我觉得应该是更大耶 哇妈呀 细细细细细细细 其实它做的线条很刚硬 并不是柔和的 尤其是那夸张钥匙的鼻孔 我觉得这高速公路一定隔音好 这不用讲了吧 开到X5了 隔音底盘等等的 应该不用说 我比较想试 就是这么大一台车 到底到了山路上面 会不会造成这个侧寝 因为我上次有讲 休旅车难免会有遇到这种侧寝的问题 然后这台有个好处 它是八速手自排 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变速箱 所以变速箱的那个反应啊 顺畅度 应该是不用太多的说 动力随传随道 0到107点多公里吧 7点多秒 7点多秒 0到107点多秒 那很快吧 才有扭力那么大 231匹45.9公斤米的扭力 好不好 我第一个坐上来觉得它坐姿好高 这样是最低的 超高 为什么要坐那么高 我就喜欢坐低一点露个死人头 以前改那个K8有没有 你从车窗侧面外面看进来 你只能看到一个死人头 大概半颗死人头而已 太低了吧 真的啦 那几乎都坐在地板上了 脚架都要切掉 切到最低 头大概就只能在这个 边缘上面一点点而已 好不好 眼睛看出来 我也不知道大家能看到什么 你看这个从外面看起来 都可以看到我肩膀了 不过它这隔音做的真的是 蛮屌的 因为你从车内啊 我如果让你盲测 不跟你讲这是柴油的 开的人 坐的人都不知道这台是柴油车 你就觉得是汽油车吧 我曾经过客人说买柴油车 我说你不觉得柴油车 在第二次有时候 有那个烟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没跟你讲我以前如果开一些公司的柴油车 去一些卖场啊 地下室啊 回家啊 我都觉得那个烟太臭太大 如果里面有别人 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讲过来有些总 总会好像 去卖场有些女的啊 绿茶表的那种表情 然后这样 绿茶表的表现是什么 人家喝的好醉喔 有没有 这边明明就做女的 他就要往男的那边去 你跟你姐妹喝的时候 没看你醉过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这种 男子就喜欢这种 我怎么讲这个 臭啦 结果我客人就说 啊没关系 要臭臭别人 真的啊 我问过两三个 跟我买柴油车的那个 车主 他们都开得很爽 他说哇 油钱也省 牛力又大又好开 顺畅 然后他常开高速公路 我觉得要超车真的很方便 然后我说你不会觉得很臭吗 然后没关系 那别人在臭我不是我才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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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觉得是因为这车新啊 他这车如果有柴油车是这样 如果你中间这个保养没有做好 没有找对店家 或是没有定期去做一些清洁处理啊 其实很快引擎声会越来越大声 他的气门间隙会越来越大 然后整台车就会像 你在外面听到载疾变一样 哒哒哒哒哒哒哒 你看他的那个方法都超粗 手吸感 不错 那盘径蛮大的 你看这就是我说HRV那个啊 明明你看这个跟地方跟这个地方 你就是觉得这里要装饰嘛 你如果这边也黑的这边也黑的 然后这边又有勾在那边 你就会觉得 诶 单成品 对怎么没有涂颜色 哈哈哈哈哈哈 好上山 这一点互互晒啊 看側景 看側景 哇这个动力源源不绝 天啊 诶他这个有一个 他用手势可以接听电话 然后下一首歌上面会不会 过一下嘿BMW 嘿BMW 你好BMW 他是嘿啦 没有变台湾变中文 嘿BMW 还是被前车主改掉 他很关掉了 对啊我记得他这个嘿的功能 可以这样 跳啪啦啪啦舞 没有没有 美女可依莎哭啦 要唱过了是不是 唱过了 唱别手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投文字笛的歌都是可以跳啪啦啪啦的 那就是URO B 嘿咬哭 登登登登登登登 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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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唱啥 嘿咬哭 嘿咬哭 不是Déjabo嗎 是Déjabo 不是嘿咬哭 嘿咬哭 嘿BMW 不顺 有三个音节 嘿BMW 有六个音节耶 人家嘿BMW才三个音节 嘿Siri也是三个音节 嘿BMW 对吧之类的嘛 你知道网路上有一系列 连国外都是这样 你知道吗 我讲到这边我很想讲完 可是我觉得三路要实际下 怎么办 你等一下提醒我 网路上有一系列BMW的 我们先开弯路 我把它一直在那边 跟你在那边讲 嘿咬哭 我现在是support ほ פ ال sir 我脑大 嘿咿 来了 回来还是会晃 很像船 太大台了 rauen 排气就是晕车前兆 你知道吗 平衡体内压力嘛 底盘是硬朗的 可是因为车 我可以感受到真的 车身的那个体积太大了 整台车其实 你还是会获 absence 你还是会感受到一些 过弯的晃动 不過對於這個碎震的感受度很明顯 它的路感是很明確的 像它方向盤那麼大 然後它的隔音又這麼好 其實要做到路感很明確其實也不太容易 真的它的路感是地上有微小的坑洞 其實透過你的方向盤你都感受到 其實這也是BMW 就是它們底盤做得好的一個原因 它的路感是很清晰的 然後過彎 雖然它的避震器的支撐性是足夠的 是好的 可是就是這個體積的部分 側傾還是會蠻明顯 不過它余震是少的 我剛剛有測試 它過坑洞不會有多余的晃動 礦礦就過了 所以我覺得它如果在車裡做了會暈車 可能因為它的體積真的太大 有沒有 你過坑洞你會覺得有那個左右 慢速的時候會有那個左右晃動的感覺 這油門要控制一下 你如果不習慣一踩好會衝 衝得很猛 我跟你講它這個很屌耶 這麼大一台大白金 一公升12.5公里四驅 高速15點多平均14 你信嗎 再扣一點吧 是不是又是那個NEDC 哈哈哈哈 我是覺得啦 你說它車子變輕又是柴油省油 我沒想到有到Pors 你不覺得這麼大一台Pors很划算嗎 只是我沒想到這個世代2021年了 還有人會買柴油車 我一直以為柴油車沒人在買 還有吧不然我總會還有人在賣 有人在賣不利有人買 哈哈哈哈 有人買就會有人賣啊 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 你現在就是要接這個 哈哈哈哈 不是啊我以為這個東西應該已經要被淘汰了柴油 我以為現在應該沒什麼消費者想買 沒想到還是有人會買也是 也是蠻特別的 好反正做個總結啦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 這個高速的風切聲的抑制啊 隔音等等那都不用說 自然不在花下 這各方面包含底盤 包含所有的噪音抑制 一定是水準之上啊 300萬的車子 唯一一個就是 其實它在怠速的時候 我還是感受到方向盤的那個震動 可是我覺得這是柴油車沒有辦法的事情 其實我在行銅燈的時候 我是感受到它的引擎在震動的感覺 但是車內你真的聽不出是那個柴油大大的聲音 那在車外真的還是很明顯 雖然我聽得出它已經盡量想要把那個聲音 悶在它的引擎室裡了 但是沒辦法 因為那個大大的聲音太尖銳了 你還是會喘出來 但是你開的人跟坐車的人 不知道這是柴油車 不過那個上車前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它有跳彈喔 高品質的跳彈 是這種很紮實很細碎的那種 其實剛剛一直都有震 錄不到 你如果今天是別台車那個跳彈 聲音就收到了 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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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噠 zigzag 不錯啦 其實我覺得滿好 撇除掉這個 其實我很久以前就講過一句話 這個雙B車 我是比較不偏向買柴油 可是還是有人會買啦 像之前我在拍120d 我沒有拍過對不對 還有拍過柴油的iffesar E-Class有沒有 雖然我是不喜歡這個車 但不代表它不好開 它也是很好開 當然也是有人會買 那兩輛車我們也是都賣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見仁見智 符合你的使用啦 很多人是說如果你會預想到說你是會開距離比較遠的 常常在走這個高速公路高速道路的狀況之下 是可以去買柴油車的 那你如果常常會在市區停停走走 基本上柴油車其實未必比較理想 這是大家比較普遍的一種說法 那給大家參考 2021年的BNW X5 25D柴油版本 市面上行情喔 其實我也第一次買所以我不知道 那這個我給大家參考應該在240到250之間吧 我猜我是這樣買的 那賣出來應該會在 我們店裡是開價268萬 拿240萬240幾萬出來 20萬 那大家好不好賺 這樣算好賺嗎 好賺嗎 不好賺嗎 買的人不知道在哪裡 我每天看到他們都會煩死 你知道那個壓力嗎 我覺得應該賣不掉 我應該會把它判掉 這種車它就是要出現在那種很漂亮的賣場裡面 落地玻璃窗有黑絲襪也好 或者是出來的人穿著西裝 現在流行嘛 那個西裝褲要穿緊緊的 有彈性的有沒有 縮口的那種有沒有 要梳一個油頭 緊結襯衫 有沒有 肚子有沒有凸出來沒關係 反正就是要穿一個緊繃的襯衫 還有穿一個這個偏小件的西裝外套 然後頭要油 皮鞋要亮有沒有 那個皮鞋就是襪子不能露出來 短襪 看起來就是這個好像沒穿襪子那種感覺 大概就要在那種地方來選購這種車比較有 我們這像雜貨店這個大賣場一樣 我們這已經不是Costco大潤發的問題 你知道嗎 我們店裡差不多是萬克隆的水準 萬克隆你知道嗎 那一間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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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 好 我們就大概在那種小店而已 大賣場 這車放我們那邊真的是有點可惜有點浪費 因為這種兩百多萬的課程我們可能沒有 也是有些有實力的喔 但是我覺得他們有實力的應該會去買新的吧 你知道現在這個我們人在外面社會相處 你要知道幾個原則 如果人家跟你講說這個 下次吃飯啊 說好啊 下次吃飯 意思就是什麼 沒有要吃飯 你不要人家說下次有機會約一下 好 什麼時候 來 現在約要來 行事例拿出來 你會造成現在困擾 還有一種就是 對方問你說我們還有要去嗎 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他不想去 他試圖看有沒有機會可以不要去 還有我常常講 我們說讚耶 有沒有 就是一點都不讚 就是有類似這種弦外之音 你要聽得懂別人講出來的 欸 我跟你講真的 我跟你講他接下來要講是假的 還有一個就是 我跟你講這不關錢的事情 我跟你講就是錢的事情 還有那個爸媽媽這樣說 我跟你講現在不是我要說你 我跟你講他就是要說你 他現在開始要說你 塞車反 順便測一下用跟車塞車好不好 它是全速域的吧 零到兩百 對啊 零到兩百 其實反而塞車的時候我不會用跟車 因為我覺得 你不相信他嗎 對 我覺得很恐怖 我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要踩煞車 不過他的跟車還蠻平順的 油門跟煞車的那個車區控制 我覺得不會太過於突兀 有那種不舒服的感覺 OK 這就是OK 我跟你講開這種車 雖然很有安全 它唯一的不安全感出現在那裡 你知道嗎 你如果不小心撞到的話 人是一定很安全嘛對不對 但是你會擔心 不知道要修多少錢 就算保險賠下去 你以後車賣的折價也很可怕 所以我覺得這種 有安全感是一回事啦 你還是這個開車還是要小心 不要撞到是最好 撞到其實保險賠了 幫你修好了 你以後這個車要賣 我看也很慘 前一陣子就有一台 我們買這台以後就一台一模一樣的 也想賣 也有跑來問 可是那一台它的屁股就曾經被傾倒過 它就很換了後保感 後車想改 一差一二十萬 價差 以現在來講的話 兩百多萬的車那差個一層 合情合理 有的人就說 我出去開車說 沒關係我有保險 有些人你跟他說 你開車小心也不要那麼危險 他說沒關係啦 我都有保險 怎麼操跑來我也不怕 不是那不是問題 你撞到了以後 我跟你講你的車折價 你就哭死了 除非你的車是沒什麼三值的 可是我不喜歡X5的外型 X5其實我一直 你看我那麼久都沒開過X5 不知道 我就覺得它做得很像一台坦克的車 可是它的那個方正又腿腿的 你說你如果它方正方正到 GIMMY或者是GCAR那樣子的 又沒有 剛好卡在中間 對啊就不上不下的啊 你看它一直 其實它的X系列其實一直都這樣 只有4跟6比較有圓弧形 就有點Coupé的設計 對啊你1 2 3 5 你就會覺得它的那個都 它的那個側面你去看 其實它想要做類似GCAR的那種 直角 火柴盒小汽車的那種 小直角 可是又沒有那麼的俐落 它的1 3 5 我真的怎麼看我都 我啊我自己不太喜歡 啊我知道我要講什麼了 網路有很多也在酸BMW 我以為BMW的觀感只有在台灣不好 後來我那天看到國外 美國也有一系列的梗圖 是在酸BMW的你知道嗎 酸開BMW的人啊 比如說有一張圖 它就是一個BMW的交車中心嘛 然後就很多人坐在那個座位上 然後在看電視螢幕在教學 然後你就看它的那個螢幕上面說 如何當一個垃圾駕駛 這是第一個梗圖 欸不是我講的是梗圖喔 是美國的梗圖喔 第二個梗圖是那個月球上面 插了一根殘障車位的牌子 然後旁邊就停了一道一邊 就是它講說BMW的人停車就是沒有在管 殘障車位的造型 然後第三個是兩個公仔 超人的公仔玩具站在前面 然後後面呢有一個這個蝙蝠俠的公仔 倒了嘛 倒了就靠在那個超人的背上這樣靠著 然後它就一個箭頭 就說前面那個超人是這個限速內的優良駕駛 然後後面那個蝙蝠俠倒在超人的背上有沒有 就寫說這個BMW 意思就是BMW很喜歡貼人家屁股 這才會黏在它上面 對對對跟在人家屁股後面 很喜歡貼著人家屁股開 這是美國的更度不是我講的 我那時候才知道說 喔原來BMW好像在國外也是一台 讓人家觀感不好的車耶 我一直以為只有在台灣這樣而已 還蠻有趣的 好啦好啦到家了 我真的覺得那個HRV沒有用到雷神所有的羊真的是很浪費 你為什麼不去看 所以你還是不知道羊是什麼聲音對不對 我還是不知道 你沒有兩隻羊拖著他們走的羊 然後會發出聲音很好笑 就這樣 就這樣 就有個莫名的喜感 他在叫著的時候有個莫名的喜感 你知道電影的分級制度是怎麼看的嗎 他不是會有男女主角嗎 你如果是普遍級的話就是什麼 好男人會得到這個女人 然後如果他是這個輔導級 壞男人會得到這個女人 然後你爸媽媽要跟小朋友解釋 為什麼這個壞男人會得到這個女人 那限制級是什麼你知道嗎 所有人都可以得到這個女人 哈哈哈哈哈哈 AVIA Mobile周圈機器のTopブランド 金爸爸 手款打開LINE0秒開機